虽然面对自己的父母 但是当要奉茶与茶时 年轻人显得腼腆 多伦多慈济人文学校准毕业班的人文课 喝新茶传新法 至于这个茶道 我非常地谢谢大家能够花这么多的心思 这么多的时间 让我们家长能够参与跟学生们 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 因为小孩越来越大 彼此的互动可能越来越少 所以说那我们能够有心 听小孩自己心里要什么 已经一直上了都十年十一年了 这个能一直坚持 都是有来与我们 十一年需要的校风 这个传承都非常好 奉茶看似最简单的是 在人文涵养之上 就是一个美好的园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刘美纯 刘峰特 加拿大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